大家好,歡迎收看疼痛邁哥來,我是佩景 那我們歡迎兩岸知名的物理治療達人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和學善物理治療體系的顧問 蔡永鈺主任治療師 蔡如志人你好 佩景你好,各位大家好 主任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腳踝扭傷 這個是很常見的問題 無論是我們穿高跟鞋或是運動打球都常常會發生 那像是知名的NBA籃球員Steven Curry 他就很愛翻腳刀 所以這次我們就要請蔡主任告訴我們 到底腳踝扭傷是怎麼發生的 他的高危險群又有哪些人呢 好的,那腳踝扭傷基本上是發生在我們腳落地的瞬間 也就在0.3到0.4秒中間 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們的腳呢碰到地面的時候呢 因為不穩我們外側著地所以不穩產生所謂翻腳刀的現象 通常呢耗發的人呢是以所謂的扁平組比較多喔 了解喔,那像請問主任您所看到腳踝扭傷的人喔 有哪些我們常見但是他其實是錯誤的對待或自我治療的方式呢 好的,一般腳踝扭傷呢我們常看到比較錯誤的方式呢是 他腫起來的時候呢去放血喔 那由於放血的時候呢他同時也傷害到其他的軟組織呢 所以會讓他的整個腫脹呢沒有辦法消掉 一般的腳踝扭傷大概是7到10天就會好了 所以呢他們就不管他 但是到了7到10天之後呢如果還沒有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一定要去看醫生 當今天腳有腫起來的時候 護院的時間會拖得比較久大概會拖到4到6周喔 了解,那我們一般可能會做冰敷這個動作,這是正確的嗎? 好的,冰敷呢 其實能夠針對我們的一個腫脹得到一個視度的控制 還有能夠讓我們的一個疼痛能夠視度的降低 那所以說呢我們今天只要發現有疼痛的時候 或是今天會有腫脹的情況下 建議是使用冰敷的 那冰敷的時候呢就是用一包冰跟一包水這樣子的比例 一滴液的比例放在我們的患測這樣是可以的 冰敷的同時呢還要注意一下他本身是不是會有 持續的腫脹的現象 能不能夠踏地 如果不能踏地的時候 往往有可能是產生骨折囉 了解喔 那最後我們想請問主任 腳踝扭傷這個是有辦法根治的嗎? 好的,那腳踝扭傷呢 其實是發生在瞬間的一種意外 那他呢如果一般沒有腫的話 他大概7到10天 我們剛說過就會好了 那如果說今天腳腫起來的話 大概用到4到6周 那一般來講如果超過4到6周 我們的腫脹都沒有消掉疼痛都沒有減輕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一定要注意可能要到醫院 可能就需要做開刀了 一般開刀的原則就是因為 這樣子腫脹產生腳踝的不穩定 所以需要由外科來做這樣子的處理 那護具的使用呢 如果我們腳踝有腫起來的時候 我會建議使用護具 加壓式的護具能夠減輕我們的腫脹 那配合所謂適度的運動 通常護衍是相當的好 短足運動 主要呢 將我們的腳掌放於平面 將我們的腳踝 置於我們的膝蓋之下 那患者可以粘粒 像現在這個樣子也可以坐在椅子上 那這個時候呢 將我們的大腳趾 往我們的肝骨方向移動 可以看到豬膚會變高 放掉 再做一次 好 放掉 好 如此重複十次 好 訓練右邊的肥骨長肌 首先將身體往右邊旋轉90度 這時候右邊的大腳趾會有微微抬高的現象 我們把大腳趾往下壓 這是訓練右邊的肥骨長肌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利用時間再把身體往左邊旋轉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左腳的大腳趾微微抬高 我們再把左腳往下壓 這是訓練我們左側的肥骨長肌 好 再回到中間 每個天 每個小時大概做十次 好 站立時 雙腳朝前 膝蓋朝前 腳與肩同寬 雙手承 手肘90度 置於牆面上 做墊腳尖的動作 放下 再來 再來 放下 再來 放下 如此重複十次 今天謝謝蔡主任的說明 還有澄清音樂復健團隊的專業示範 陳透麥哥來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主任 掰掰 掰掰 謝謝佩景 謝謝 如果喜歡轉眼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 才會做病 非常的動作 謝謝 這裡 有沒有